偷偷摸摸的走到这个草里面 哎 没有发现我 顺便偷吃一个小兵 趁对面不注意 再往前走一个草丛 好 国服西施已经就位 我们就等对面上来清兵 然后直接拉他 就是你拉小乔 完了 交闪现了 快跑 因为我们现在没有技能 所以先往后撤 等对面到防御塔下的时候 我们技能就好了 直接开大招 把这个马可拉到塔下来 张飞给了干扰 那他要赚我了 我直接闪现 傻了吧你 我打你 我打你 那这波二换二我们亏了吗 那肯定是不亏的 对面社服满状态 而我们都是残血 那这波二换二叫什么 叫快速回程 不活出来 我们可以先去中路吃一波线 补经济 四分钟之后可以转线 也可以放线 关键看你们家打野 清线快不快 因为四分钟没有防御塔保护 所以中一塔很容易因为放线 被对面推掉 所以这一局我选择 四分钟后转线 小地图看到小乔在上路 我们清完线马上去支援 从防御塔下走 找一个安全的位置 二三二减速留人 一技能能拉谁就拉谁 这一波支援 直接把张飞和小乔留下 然后回中路清线 想夺到中路的线权之后 继续转线 因为小乔清线没有我们快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去上路找机会 通过原方的被动 直接看到草里有一个张飞拉他 有时候你不一定要把对面送走 打他状态把他打残就行 然后谁知道这个小乔直接上来送 那我们就二一把他留下 然后再一个二技能 留下这个昏头的张飞 这样就把前中期的优势建立起来了 所以今天西施零基础教学的内容就是 西施中期应该如何选择放线和转线 如果你们家打野刷野和清线的速度快 四分钟之后你还是可以选择放线 但假如你们家打野是个弱势打野 那么我建议西施四分钟之后还是转线比较好 不然中一塔很容易被对面推掉 然后双边的一塔推掉之后 你就可以开始补一下自己的经济 但没有大招的时候 可以去轻轻边路线什么的 其实如果你们家是顺风的话 对西施的经济要求并不是很高 不会跟着队友走保护好队友 有一些队友顺风喜欢浪 所以你必须跟在他后面 能救就救一下 但如果是那种很固执的队友 顺风就喜欢上去一打三一打四 那你就趁边路没人多去清新线 因为一般顺风队友都喜欢在中路打架 边路是没人带线的 这时候你就要赶紧发育 为首家做好准备 不光是你们 我有时候都会顺风打着打着就变成逆风了 主要还是队友仗着前期的优势浪过头了 具体该怎么应对逆风 下一期我再详细给你们讲一讲 谢谢大家